参加讲座的民众戴上头盔 手持手把 进入虚拟世界玩游戏 基隆社区大学举办了一场科技发展与媒体试读讲座 邀请专业讲师 带领民众 深入了解元宇宙跟AR VR等最新科技知识 同时也提醒民众 数位时代除了带来生活的各项便利之外 其实也伴随着许多诈骗问题出现 AI技术它再继续发展下去 它一定是极可乱真 所以包含可能到专家 它都很难去辨别 因为如果它做到连光影 还有声音的整个的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资讯都放在网络上 它是有可能把我们的资料再重新去转换变成AI以后 去运用在其他的地方 那也因此我会建议 只要是牵扯到跟金钱有关 它就绝对会有诈骗的疑虑 随着这样的一个AI世界到来 我想对于媒体以及网络的这种试读素养 其实越来越困难 那这样的一个素养也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科技 以媒体试读中间的链接 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市民 我们社大的师生 对于自己 不管你是一个乐听人 或是你是一个传播者 那么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 成为一个数位公民 而且在整个网络的一个宣传过程中间 也可以成为假讯息的一个终结者 尤其是大家几乎都有手机或是利用电脑连上社群网络 每天接收到的讯息真真假假 讲座中老师也提醒大家 遇到可疑状况 当下一定要冷静思考 做出判断 这些专业领域好像都很厉害 但你不认识 他来加你当朋友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反点回去他自己的个人档案 如果遇到是交友的这一种 你点回去他的个人档案 你会发现在他上面的社群互动非常少 互动非常少就有可能是他是到别人的账号 或者是刚刚开始经营这个账号 所以他没有什么内容 也没有朋友 但实际的社交的我们的环境的整个历程 一般应该至少会有200人以上的朋友 而且这些朋友如果都在社交媒体上 他会有互动 所以在这个社交媒体的个人档案是没有什么互动的情况 你就不要再去理他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对社大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在结合这样的一个AI世界 所以不管是这种讲续续的传播 网路霸凌 媒体的人力 我们觉得说这样的课程越发重要 它不只是一个AI技术 AI科技 它更重要的是在媒体试读中间的连结 所以我觉得社大有它的一个责任 要做这一块的一个市民的一个陪伴 基隆社区大学表示 媒体试读已经是数位公民 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常识 未来社大也将陆续规划相关的讲座与课程 帮助民众建立要多思考 查证讯息的正确观念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